一句話形容丹娘大學 猴子很多 很多猴子 至少是大學該好的樣子 快逃 快逃 真的 還來得及 還來得及 好 那這邊呢 就是丹娘大學的克難坡 為什麼叫克難坡 因為它可能爬起來很克難嘛 它從下面往上走 要一段距離 親身訓練的時候 大家就要先在操場一起集合 一個隊伍 接著從丹娘大學走下來 然後走到那個平地那邊的時候 特地就是大大慢慢地爬上來 爬上來 爬上來 一個傳統 而且丹娘大學這邊如果下雨的話 妳要挑戰看看嗎 幫妳 挑戰看看 大得多難爬 是真的很累耶 好 走 我們現在在公燈大道 如果今天過了午夜12點的話 然後如果你還在這個公燈大道的第三盞燈下面 就會有一個女生 在後面問妳說 妳知道現在幾點嗎 她就傳說中的淡江公燈姐姐 原來是米特 妳們以為是什麼 在做什麼報告 好像之前有一個女生 她原本是在這邊等她男朋友 後來她被她男朋友拋棄 然後後來自殺了 然後就變成一個冤魂 在這邊 通常都是大家來辦活動的時候呢 就會來這邊拍照 拍一個大合照 這樣子 除此之外呢 它就是一個 長得很像蛋捲的建築物啦 其實它也不是叫蛋捲 它是叫書圈工廠 它只是因為長得像蛋捲 所以大家好像就以為它就是蛋捲 是不是蛋捲有一條街 會夜夜生隔還是 那好像就是 是水源街嘛 因為很多情侶都會住那裡 然後就會有哈哈的事情 就是會有人在這邊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大家都試著一下 偷偷聽 那生日的時候 大家就會在這邊慶生 然後把獸星呢 丟在這個池子裡面 這邊就是呢 會有很多學生在這邊 繳竊一下的地方 然後還有辦活動 學長姐們會說 喔 記得要在這邊 集合喔 的一個小地標啦 蠻好笑的就是 因為我室友 之前室友會抽煙 然後他就 埋個煙灰缸 然後放在窗戶旁邊 我們那時候是住二樓 然後他的煙灰缸就掉下去 然後到底下一樓的那個 鐵皮屋的那個屋頂上面 然後他就 爬下去 爬到人家的屋頂上 那個鐵皮破掉了 然後呢 然後掉到人家的家裡面 一個老夫老家 然後他們就看到有一個怪人 就出現在他們家裡 他從天花板上那樣掉下來這樣 然後屋頂破一個道具 後來怎麼辦 對不起 剛剛從那上面掉下來 我現在來帶方妮吃早安兔寶寶 大家比較推的就是蛋餅系列 因為他的蛋餅的餅皮比較特別 吃起來有點脆脆酥酥的感覺 說不定ASMR 好吃嗎 餅皮 好吃那麼大 對啦 你們最推什麼美食 焦麻雞 我焦麻雞 焦麻雞大王 那邊的 大學層那邊的 你怎麼推焦麻雞 你好吃吧 算你 這邊附影還能下咽的食物 那這邊呢就是大名鼎鼎的焦麻雞啦 那早上到中午的時候呢 就會有很多學生來吃它喔 一句話形容那個大學 猴子很多 很多猴子 這才是大學該好的樣子嗎 快逃快逃真的 還來得及 還來得及 太平屁了真的太平屁了 不要來真的 信誠不要來 都不要來 棒 棒 真的嗎 推薦嗎 推薦 棒 來讀蛋漿 天氣超差 爬坡爬到死 校園大 機能還不錯 櫻窟嗎 櫻窟嗎 蛋漿就正妹超級多 聽說你們喜歡很多正妹 經典比較多 經典比較多 經典大一嗎 大一比較多 可能是分數降 沒有啦 什麼系的正妹最多 什麼系喔 建廚系 建廚系嗎 都建廚系 都發辣 會 建廚系的學姐都很有個性 身為蛋漿大學的學生 一定要做什麼事情 雨傘飛沖啊 潘石人波還是 屁做什麼事 宿舍老鼻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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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就是 我可以跟你講 我爸以前都叫我 Hosen Scheisse Hosen小字 Hosen Scheisse Hosen Scheisse Hosen Scheisse 來念一次 Hosen然後Scheisse Hosen Scheisse Hosen Scheisse Hosen Scheisse 對對對對對 就是這樣 什麼意思 拉在褲子裡面的人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